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长荣集团的经营权在2018年爆发了争夺弹 当时长荣国际监察人谢国县 为了要帮助他的姐夫 也就是长荣集团的三子张国正 要来对抗掌权的大哥也就是张国华 他竟然找来了里长许正凯来合作 当时他还说只要不出人命 不要弄虾车祸痛殴都可以 所以当时他们就找来了黑衣人恐吓 制造了假车祸 喷辣椒水以及跟踪 那他们的对象是谁呢 原来是长荣集团的这些老臣 像是你可以看到 柯立青在2018年的时候就被喷洒辣椒水 最主要就是要阻碍他出席董事会的改选 甚至在2019年还有人被跟踪坐车 到了2019年也有人电话受到了恐吓 2018年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二子张国明 和弟弟张国正 两人想参加股东会还不得 起门而入 就算大声呛出自己是老板 还是被挡在门外 两人身旁还有一群黑衣人 和抱拳互呛场面火爆 但黑衣人不只出现在股东会 更被用来制造假车祸 2018年12月时任长荣国际董事长柯立青 当时正要去董事会 半路却被人追撞 他摇下车窗却被喷辣椒水 害他无法顺利出席 没想到一个月后 时任长荣国际总经理和时任张荣发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两人都被黑衣人跟踪 甚至电话恐吓不准参加股东会 不然会放火对家人不利 一身西装在张国阵和太太开的基金会 带领长辈们开赌输会 没想到买凶商人的幕后指使者 就是张国阵联金谢国县 疑似为了力挺张国阵夺下长荣 因此教唆新北市永乐里里长许正凯 找黑道帮忙 当时还说出车祸痛欧弄瞎都可以 只要不出人命就好 手段相当凶狠 当时谢国县被检警移送时 还一度发声明喊冤 二审法官也认定谢国县 企图用暴力胁迫方式 干预长荣公司经营 也为试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犯后态度不佳 改重判三年十月 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 目前已经启动防逃机制 近日将传唤谢国县入狱 为了帮忙争夺长荣集团的经营权 连带赔上了自己的大好人生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